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开年后持续下滑 导致市场信心低迷 有消息指 中国政府正考虑推出政策配套稳定股市 预计最快本周出台部分措施 其中考虑的方案包括 受力规模于2万亿元人民币的股市凭准基金 用主要来自境外机构的资金 由滬港深港通投向A股 另外也考虑通过 中国证券金融股贩有限公司 或中央汇金公司向A股投资 至少3000亿元的本地资金 有分析就认为 现在正式推出凭准基金的合适时机 这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 政策效果也会逐步的显现 而在政府可能出招旧市的消息影响下 中国A股2324号扭转颓市 三大股指集体收涨 香港股市也大幅反弹 崇尚15000点大关 谈谈今天的主要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4号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米尔纪约耶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欢迎仪式之后 习近平同米尔纪约耶夫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宣布 中乌决定发展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乌发展目标相似 理念契合 双方可以积极对接 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 出台更多投资和贸易便利化举措 拓展基础设施 农业高科技园区建设等合作 中国愿进口更多乌方优质产品 愿同乌方扩大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合作 开展光伏 风电 水电等重大项目合作 助力乌方绿色经济发展战略 米尔纪约耶夫表示 乌兹别克斯坦愿意学习借鉴中国成功发展经验 成为现代化道路上的统路人 造福两国人民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3号举行的 2024美国总统选举 西汉布什尔州共和党初选中胜出 这是他在共和党初选中 赢得的连续第二场胜利 特朗普表示 这预示他最终将赢得初选 在新罕布什尔州纳赎厄的胜选演说中 特朗普表示 他的胜利就是选民的胜利 USA!USA! 有人说你 rarely 如果你两个人赢 他们没有赢得到 我说这么说 如果你赢予奈和新加坡 特朗普还继续抨击民主党现任总统拜登 是美国史上最差的总统 特朗普唯一的竞争对手 黑利在败选演说中祝贺特朗普胜选 并对新罕布什尔州的支持者表达感谢 他也表示初选远未结束 在退出特朗普的情况下 共和党几乎输掉了所有竞争激烈的选举 如果这次特朗普获得提名 也就意味着拜登的连任 黑利强调 下个月要在家乡南卡罗莱纳 给特朗普制造更多困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23号晚上 在弗吉尼亚州举行的造势活动中 猛烈抨击特朗普在任内期间 颁布的限制堕胎政策 称自己将在11月总统大选中 获得创纪录的选民支持 民主党首场正式出选 将于2月3号在南卡举行 美国总统拜登23号在演讲中 批评特朗普对女性生育权利的态度 称特朗普为剥夺美国女性 多胎自由的罪魁祸首 看 让我没有错过 美国人最败重的 是川普特朗普 听说什么他说 川普说他很羞愿 拜登表示 特朗普会因为堕胎政策 而丧失大量选票 而自己将获得创纪录的选民支持 拜登高呼现场女性选民 用选票交汇特朗普尊重女性 他评论你会停止担心 我们是女孩 我评论你会停止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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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选担纪录 拜登讲话期间遭到十多次打断 台下不少民众高声质问拜登政府 对以哈冲突的态度 报名参加 虽然选票上没有拜登名字 但其支持者依然在选票上 手写拜登名字来为他投票 每媒报道 拜登一百分之六十八的支持率胜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一如预期 特朗普赢得了西罕布什尔州的初选 这扩大了他在共和党总统 提命进行的领先优势 他自己都说了 在历史上只要赢得前两个州 基本上后边都是赢的 那么现在超过91%的点票结果显示 特朗普获得了55% 而黑利获得了43.5% 这样的结果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这就是显示出 特朗普在共和党内 没有人可以超越他的 这种主导地位 初选刚刚进行不久 其他竞选者就纷纷退出 特别是第二站 西罕布什尔州之前 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德桑蒂斯宣布退选 这就使得场上只剩下 特朗普和黑利 二人对决 那么现在的特朗普再轻而易举 下了一程 就连拜登都立即发表声明 说现在很明显 特朗普将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 但是特朗普赢得西罕布什尔州初选 并没有将竞争者黑利逼出赛场 那么黑利虽然第二次败阵 但他不想退出 他发誓要继续战斗 他说这场比赛远远没有结束 还有几十个州的 而且下一个是他最喜欢的南卡罗里纳州 南卡是黑利曾经当过州长的地方 但是分析家认为 2月24号的南卡初选 可能仍然是特朗普胜算大 而南卡之后还有3月5号 我上次说错了 说2月份了 其实是3月份 3月5号的这个超级星期二 十几个州同时举行初选 那么届时呢 应该会有很激烈的此起彼伏的场面 所以呢 黑利不想过早的让特朗普 就成为独家的共和党候选人 然而呢 这个前两个关键州的胜利 确实给特朗普带了 可以说潜在的 不可阻挡的一种动力 他现在获得了几乎所有 已经退出竞选的 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 那么这些退出的候选人呢 把自己的票都转交给特朗普 包括我们上次说过的 来自南卡的那个参议员斯科特 这个老实说呢 这么早这么快 就能够确定美国总统大选的 两名候选人呢 这在美国宣执史上呢 好像比较罕见 那么这现象说明什么呢 第一 说明美国主义关键时期 历史的关键时期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两条治国路线 精卫分明 路线之争 而在美国啊 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呢 确实面临保守主义的严峻挑战 特朗普能够在保守的共和党内 又独占熬头 那么说明他拥有相当的民意支持 这过去这么多年 我们都看到了美国 很多这个 就是铁锈州的这个白人 坚决支持他 那么第二呢 这个拜登警告说 特朗普如果再次参选 会向全美国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美国的民主 个人自由和经济都受到威胁 其实呢 我想拜登深知 首先受到的威胁是他自己 现行的民主和司法体系 都奈何特朗普不得 那么也说明美国的建制 出现了问题 面临这一种革命性的改革的要求 第三呢 许多反对特朗普的人士 都不得不反思 是什么原因 使这位粗口连篇的家伙 居然能够卷土重来 所以他们也开始检讨 美国体制结构的弊病 和改革的必要 另外呢 一旦特朗普上台 势必在全球其他选举的国家 采取再现旋风 鼓励某些国家的民众 推出自己的特朗普 向现行体制和表达 表达不满和挑战 那么国际政治格局呢 也不然会发生重大变化 所以呢 这个许多国家呢 现在开始啊 就要代为明年的外交形式 做准备了 看看东北亚的新闻 朝鲜24号早上 向西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 韩国国防部的长官 申元石 同一天视察空军战斗飞行部队的时候 表示 朝鲜发射巡航导弹 严重威胁韩国 韩军只要接到执行任务的指令 随时可以秘密潜入 按照利计强有力 反制到底的原则 惩戒敌防 韩国国防部长官申元石 24日视察空军战斗飞行部队 检查应对态势 鼓励官兵 申元石在现场指导 F-35A隐形战斗机出动作战表示 最近朝方进行 雪下核欧系统试验 周三海发射巡航导弹等 在眼中威胁韩国 朝鲜一直将韩国视为主要敌人 如果竞争政权选择挑起战争 韩军需要在最短时间内 清除敌方的领导班子 为此要彻底准备 不断训练 另外韩军24日还发布 韩国海军从16日到25日 海军特种作战团 在江远道东海岸领带举行严寒期演习 韩军表示 这次演习目的在于 在朝鲜以合计导弹来威胁 在北方仙街线附近 进行海上炮击 进行水下核武系统试验等 严重安全情况下 掌握深入地震 而严惩敌人的海上深处程序 确立在最坏的情况下 也能完成任务的特殊作战态势 据报道 美国三艘核东林航母 罗斯福号 卡尔万森号 里根号 正在聚集在半岛附近 韩国方面认为 朝鲜不断提起战争 在半岛出现举步挑衅的可能性 日益增大的情况下 美方要做好准备 应对相关情况 凤凰卫视 金之贤 韩国首尔报道 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访问朝鲜 美国白宫23号对凤凰卫视记者表示 拜登政府密切关注此次访问 并对俄朝日益增进的关系表达关切 另外 白宫也证实 俄罗斯近期在乌克兰战场 使用了更多的朝鲜导弹 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表示 拜登政府担心俄罗斯 寄希望与导弹来压倒西方的防空系统 What's your response to President Putin's visit in the near future to North Korea What's concerning to us is this increasing relationship this deepen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Russia because obviously Mr. Putin stands to benefit from it as he not only gets ballistic missiles and using them for use in Ukraine but also artillery shells and he's using them to a fairly well as well so we're watching this very very closely as we are North Korea's own pursuit of advanced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what concerns us is not just Mr. Putin's ability to benefit from this relationship but Kim Jong-un's ability to benefit from this relationship and what that means for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region 近期朝鮮外相崔善基 罕见地访问了俄罗斯 和普京总统拉夫罗夫外长 还有诺瓦克副总理 进行了多次的会晤 那么克里姆林公表示 双方同意在所有领域发展关系 包括敏感的领域 但没有透露细节 而且双方表示普京总统 将在early date 尽可能早地到朝鮮 进行访问 同时英国在联合国 递交了一份报告 里边是说他去年的9月份到12月份 拍照得出证据 是俄罗斯的三艘货轮 从朝鲜的罗金港 装载了货物 然后驶往远东的俄罗斯港口 虽然没有拍到里边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巨细就是向俄罗斯运送的炮弹和导弹 那么俄朝关系最近这段时间以来 应该确切地说是从去年9月份 就是金正恩访问俄罗斯之后 那么就这两个国家进入了公开的 在军事上的合作 那么现在崔善基外相到莫斯科访问 然后普京总统要正式到朝鲜访问 这无疑的是大大的提升俄朝关系 那么不仅引发美日韩等国际议论的关注 其实也对中国有点直接的影响 那么朝鲜和俄罗斯在军事上的合作 是以导弹和炮弹为标志的援助俄罗斯 这种合作开始了 那么这种做法其实已经违反了 中国和俄罗斯都曾经投票赞成的安理会决议 那么本月早些时候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被问及 这个武器转让事宜 汪文斌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不了解有关合作情况 其实中国不可能不了解朝鲜 向俄罗斯转运导弹和炮弹 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这种表达 体现出中国对俄罗斯和朝鲜 保持了一种克制 毕竟是伙伴和盟友 那么第二就是朝鲜官方媒体说 崔潇吉表示 朝鲜两国已经同意建立 新的多极化国际秩序 这被视为要建立针对美国的统一战线 这和中国的公开立场也是不同的 中联部部长刘建超 一月上旬在美国表示 中国不寻求改变现行国际秩序 更不会另起如造 再搞一套所谓新秩序 但是现在这个新秩序 朝鲜和俄罗斯开始身体例行了 那么第三 尽管朝鲜加强导弹实验 大胆地挑战美国和它的地区盟友 中国仍然一直表示 将和朝鲜合作帮助保护半岛稳定 不过今年开始 金正恩已经宣布 韩国是永远的主要敌人 而且放弃了朝鲜实现 和平统一的长期目标 并且现在和俄罗斯结成军事统一战线 那么问题出来了 中国应该怎么办 我想确实非常值得中国小心和防范 再看看另外一则新闻 俄罗斯媒体24号援引俄国国防部的消息 已成俄军一架伊尔76运输机 当天上午11点左右 在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坠毁 比尔格罗德州州长表示 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有目击者拍到了飞机坠毁的画面 据俄媒报道 实事飞机上共载有74人 包括65名乌军战俘 6名机组人员和3名护送人员 事发时 俄方正运送这批战俘 却与乌方进行战俘交换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空天军的雷达设备 监测到乌克兰发射两枚导弹 而空天军的一个委员会 已经对罪集原因展开调查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 凯尔塔波洛夫称 这架飞机是被乌方用西方制造的导弹击落 目前正在确定导弹 是美国爱国者导弹 还是德国红外成像后继弹系统 乌方尚未就此事做出回应 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重要标题新闻 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结今天 我是吕鸣斯 伊朗总统莱希24号 骑程前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与土耳其总统埃尔端举行会谈 莱希表示他此次访问的最重要议程 是与土耳其讨论加沙问题 莱希当天在机场临行前表示 称此次访问的核心内容是地区问题 他表示伊朗和土耳其的共同立场 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 当前最首要的问题是切断以色列的动脉 停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罪行 随同莱希访问的有伊朗外长 经济部长等人组成的高级代表团 莱希表示此行将签署重要文件 表明两国发展经贸关系的意愿 莱希表示 伊朗政府的目标是将两国的贸易 和提高到300亿美元 在访问期间 莱希和埃尔多安将主持土耳其和伊朗 第八次高级合作委员会 并出席联合新发布会 还将参加两国商人和经济人士 参与的联席会议 莱希还将会见居住在土耳其的伊朗侨民 由于1月3号伊朗克尔曼发生严重恐怖袭击 莱希取消了原定1月4号 对土耳其的访问计划 访问是郑卡里木森 荷兰报道 伊朗总统到土耳其访问 这个是中东地区这两个中等强国之间 历史性的一种和解和合作的行动 从历史上来讲 这两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一种地区意识 还有一种历史的自豪感 伊朗是波斯人 土耳其是奥斯曼人 当然波斯文明早于奥斯曼帝国 在地缘政治上 这两个国家 一个是在伊拉克叙利亚的东边 就是伊朗 一个是在西边 就是土耳其 那么他们在政治模式 还有地缘政治利益方面 都是多有冲突 而且二战之后 我们知道土耳其是北约的国家 那么伊朗在1979年革命之后 变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土耳其这个国家 虽然它是个伊斯兰国家 但是它是很西方化 因为加入北约了 而伊朗是以前在巴黎为国王时期 是更加西方化的 结果被伊斯兰革命推翻 现在呢 一个是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 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那么在意识形态上肯定是不一样 在地区利益上也不一样 特别是在这个冷战之后 那么双方呢 都在为中亚和南高加索的一些利益 发生了一些 不管是政治 经济方面都有纠纷 而现在 这个来西总统能够到土耳其 去访问 他们两个势必有现实利益交合之处 而这种现实利益呢 我想呢 首先就是对以色列 对于中东啊 到底是谁做主 他们可能有一种要共同 面对共同的这个对手 这样的一种感觉 另外呢 就是这个 在北约和伊朗 这样的关系方面呢 土耳其呢 被认为是 北约里边的一只黑羊吧 那么经常和西方国家过不去 那么现在呢 强调这个伊斯兰主义 这个呢 也是受到这个伊朗的鼓励的 那么在整个的现在这个围绕中东大变局当中呢 伊朗和土耳其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 政治利益变化当中的一个关系缩影 那么这也意味着呢 现在在中东和这个一些阵营集团方面呢 板块在进行重组 但至于这两国的关系到底能够合作到什么程度 老实说还很难说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